你怎么回来 司乐 你们可回来了 送送呢 先去医院 来 我帮你拿 我也想念我的便宜金刚 去吧 喂 老姐 齐斯乐 你胆真够大的 出这么大的事 你到现在都不告诉我了 你先别激动了 我凭什么不激动 老爷子病倒了 茂林要一主你又要离婚 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是吧 行 齐斯乐 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朋友 再见 不是 告诉你也没用啊 告诉你也没用啊 过去这么久了都不来好不好 什么朋友不朋友吗 我骗你吧 手机好 拉黑 微信 拉黑 微博 我给你取消关注 喂 闺蜜 你知道吗 苏浩宇家里出大事了 我知道 我人就在医院呢 老爷子这边离不开人 我和郝去轮流倒班呢 和着你都知道了 你们俩就不告诉我呗 你们俩就不告诉我呗 你们俩就孤立我呗 你俩就孤立我呗 微信 拉黑 微博紧取消关注等 拉黑 谁啊 谁啊 来 洛琪 咱们俩都不来往了 你来我家干什么 朋友有难 你不帮忙 谁是你朋友 洛琪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的 是 这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发生得太快 我成个人都要崩溃了 所以 对不起啊 那你跟孙浩宇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果然是亲属一难 你果然是亲属一难 表局会的事儿 你不必担心 不行 还好有几个股东 跟帽林是一条心 我们现在手上有四成的股份 待会儿再跟进一下 免得在晚上股东大会之前 他们在背后搞小洞 我要早知道 你有这么强的谈判能力 我就算是绑 也要把你绑进帽林工作 你这夸得让我有点愧疚啊 知道就好 好组 这一仗稍微有点胜算了 你去医院看看爷爷吧 剩下几个股东交给我 我去和谈不谈 辛苦了啊 什么 孙浩宇跟你结婚 竟然是为了 他怎么能这样啊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我跟他提了离婚 但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事 他也挺难的 所以之后再说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爷爷的身体 还有他的公司 都这个时候啊 还提他的事操心 毕竟还是一家人 不可能无动于衷啊 你又不是董事会的股东 可以帮忙投票 你这样干操心也没用啊 我是不行 但你可以啊 感情刚才对我装可怜 现在要对我坦诚相待 就是为了让我帮浩宇 对吧 我不是不帮你 我不是不帮你 这是我们繁益 在茂林的持股份额 达不到董事会的标准 好